来真的 美飞在巨台相近岛屿 模拟攻击抢台行动 真没钱了 国务员遭遇窃心 河南率先砸铁饭碗 又翻车了 海参崴大阅兵 四日游 遭民间骂翻 广东梅大高速惨案 根源大曝光 业内演示披露详情 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国际新闻演 我是美玲 5月6号 美国和菲律宾在菲律宾北部海域 展开金碧尖联合军演 基督透社报道 当时大约有200名美飞将士 模拟着对伊勒格斯省拉瓦格市海岸 进行守卫 而其中亮眼的一幕是 美飞联军先是发射导弹 然后用榴弹炮和机枪 活力挫败那些 想在台湾附近岛屿 进行抢摊的敌人 值得注意的是 今年以来 美飞两国展开的几次联合军演 都是选择面向台湾 和南海的岛屿 及省份进行的 其中 6号军演中 拉瓦格市距离台湾最南端 只有大约408公里 美飞两国选在这么靠近台湾的地方 针对想抢摊的敌人进行攻击 针对中共的用意 再明显不过了 而这还不算 预计在8号进行的 监密间演习当中 美飞联合部队将要击沉一艘 已经退役的菲律宾海军舰艇 而其他演习 也包括模拟夺回 被占领岛屿 从这些军演计划当中 也可以秀出美飞模拟应对 中共攻台的场景 据彭博社报道表示 虽然人们的注意力 都普遍集中在中共和菲律宾 在南海日益严重的紧张局势之上 但靠近台湾的伊特巴雅特岛 被纳入到今年的美飞联合军演当中 这着实凸显了 菲律宾在任何潜在台海冲突当中 可能准备要扮演的角色 报道指出菲律宾的伊特巴雅特岛 位于台湾最南端以南 大约100英里的地方 菲律宾拥有的7600个岛屿 这是美金情报资产 和反舰的理想基地 而其中的反舰和情报资产 恰恰是为了应对中共入侵所必须的 而罗伯特·帕特森少校 也正在指挥部队前往伊特巴雅特 他说 我们在这里是一种威慑 我们提供的是可靠的作战能力 言外之意 美军拥有强大的军力 是中共根本就不可匹敌的 美菲两国在本次军演当中 时常出现针对中共入侵台海的准备 而发生在最离台湾近的 伊特巴雅特和拉瓦格式的模拟攻击 也说明美菲在很认真的备战 中国经济不断衰退 地方政府财政枯竭 就连被人称为铁饭碗的公务员 也遭遇窃心和裁员的命运 中国的公务员一向被看作是 憨老饱收的铁饭碗 公务员占据地方财政总支出的10%左右 但是随着中国房企的不断爆雷 中共各地方政府财政枯竭 公务员们遭遇减薪和窃薪都成了常态 北京的公务员吴先生表示 中国现在的经济肯定都在窃薪 国企窃薪和裁员是更狠的 说财就财 地方财政都发不出工资来了 现在公务员都窃薪呢 甘肃兰州公务员陈先生 披露当地的情况 经济情况现在不行 比如说商场啥的特别的冷清 关门的也不少 我们是体制内的 工资往往都不能按时发 拖欠两三个月 向我们家庭经济基础好一些 有些家庭困难 还有房贷车贷就麻烦一些 北京学者吴子敬 用一句话恰如其分的形容说 都说公务员这是铁饭碗 确实是碗还在饭没了 现在很多地方公务员的工资 都已经发放不出来了 这个曾经让人羡慕的群体 现在也过得让人感到不胜唏嘘了 但是对他们来说 更悲催的那不是碗还在饭没了 而是就连这个越来越空的铁饭碗 也要被中共给砸了 5月5号 南华早报英文版报道指出 中国地方政府正煞费苦心的 从庞大的公共机构中 裁减几万名工作人员 从而把更多资金用在中共新的政策重点上 其中也包括 旨在维护社会稳定的科学研究和基层岗位 报道表示 从今年4月中旬以来 河南省官方政府就发布了 省级公共机关检裁的详细信息 4月9号 河南省发改委网站 发布了2023年度 河南省经济体制改革 时代案例名单揭晓 在省职层面 除了学校和医院外 几乎都按531比例进行精简 其事业机构按不低于50%进行精简 事业编制按不低于30%做出精简 而财政拨款事业编制精简比例不低于10% 引人关注的是 原则上科技和事业编制 16人以下的事业单位都不再保留 还有撤销空壳单位 僵尸单位 以及特定历史任务 已经完成的事业单位 实现层面 则按照421的比例做精简 一名参与裁员的河南官员说 我们收集了每个单位的人员配备配额 根据人手过剩的严重程度 我们会告诉他们 每两到三个人退休或辞职以后 他们只能再招一个新人 所以再几年以后 他们将会达到目标数字 根据河南省政府工作报告显示 河南省有4510亿的收入 但支出竟然达到了1.106万亿元 赤字高达6550亿元 这或许也能解释 为什么河南省如此下狠手 对公务员职位进行大规模的剪裁 河南省官方精简事业机构的消息 公布出来以后 引起外界的关注与热议 5月5日 就在众多的事业单位当中 所以中共这次精简编制 针对的就是这一千万人 他也预测说 现在不止河南在精简事业编 这个做法一定会推展开的 会越来越普遍 今天还觉得是新闻 以后就是常态了 而在社交媒体上 关于河南砸铁饭碗的话题 也引发了热议 众多网友们评论 几乎都是一边倒地认为 应该赶紧砸了铁饭碗 因为普通百姓都失业了 已经很惨了 也有熟悉中共机构的网友表示 什么老干部局 工会 政协 文联 科协 团委 党史办和档案馆的都该合并 还有网友想到 当年中共让国企公务人下岗的情景 反问说 为什么国企公务人可以大量下岗 事业编就不能下岗 现在不但在职公务员日子不好过 就连退休的人员也遭遇切心的紧静 沈阳退休人员李先生表示 现在大陆经济太不行了 地方财政根本就没有钱 现在几个月都没有开支了 我们退休人员都没钱 就那几千块钱还欠你 全国都是一样的 这钱也不知道折哪去了 给外国好几万亿好几万亿给 本国老百姓的工资都开不出来 老百姓养活他们 没有办法呀 沈阳退休人员徐女士说 我们的医保卡 就是普通体制内的工人 企业的 原来每个月是260元 现在我们是80块钱 而且现在药房的药价都很贵 一般小病就去买点药 上一月看不起 上一月你每个800一千的 你都出不来 近日 中国大陆朋友圈和微信群里 热传中国某家旅游公司 孤然推广海参外阅兵的旅游项目 这引发民间的不小争议 有网友直言 在抢了你家地方 耀武扬威 你还组团参观 5月3日海外社交X平台传出消息显示 5月9日也就是俄罗斯胜利节的这一天 俄罗斯远东地区最大城市海参崴 要进行阅兵仪式活动 而中国某家旅游公司 也正在进行一个 关于海参崴阅兵的旅游项目 宣传海报上赫然写着 为庆祝5月9日俄罗斯胜利日 该旅行社组织高品质旅行 即前往俄罗斯4日游 同时可吸引感受战斗民族军事盛典 消息传出以后 中国大陆民间一时间舆论沸腾 网友们纷纷表示 被虐出快感来了 在抢了你家的地方耀武扬威 你还组团参观 看到这样的旅游广告以后 我觉得很难接受 有一种新再低血的刺痛感 这广告做的 去海参崴参观俄罗斯的胜利日阅兵 感受战斗民族阅兵的军事盛典 也是奇葩了 也有网友说 我就奇怪了 海参崴阅兵怎么不上热搜 事实上 征服东方对俄罗斯人来说 在历史上是无比骄傲的事情 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 却是奇耻大辱 据悉 海参崴是清朝建制以后 满足在这里的复明 被华人沿用至今 1860年 满清与沙俄 于签订清俄北京条约以后 改变了海参崴与港部落的命运 乌苏里江以东 包括库越岛在内 大约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从此与大清无关 成了沙俄属下领土 俄国侵占该地区以后 把海参崴更名为 弗拉迪沃斯托克 意思是东方统治者 或征服东方 有自媒体披露说 俄罗斯一个名字叫拉林的学者 曾经承认说 在1938年 苏联曾在海参崴 进行过大屠杀 他说 所有的在远东的中国人 朝鲜人 日本人 通通被杀害了 目的就是 要维护苏联 对远东的牢固统治 环球时报也曾在2010年提到说 2009年10月 俄罗斯在弗拉迪 沃斯托克 铺设的联邦大陆时 工人们发现 苏联大清洗运动中的 遇难华人遗骸 不过 中共外交系统和官方媒体 始终对俄罗斯 庆祝征服东方的行为 不肯说一句表达不满的话 广东北大高速公路 完工还不到10年 就出现路面大面积塌陷事故 已导致至少48人死亡 虽然中共一再声称 这是天灾 但有专家指出 这是人为的工程品质问题 旅美视频人李沐阳 在其自媒体节目中披露说 有网友转给他一份截图 一次是知情人 爆料工程招标的黑幕 事发路段是梅大高速 二期延长线 全长是23.8公里 总投资金额是21亿元人民币 但实际用在工程上的钱 也就是7、8亿 该截图显示 主管领导的关系户 应邀参加投标 以18亿拿下总包 9亿转包过去 施工单位只拿到8个亿 在施工过程当中 总包单位不断加项目和预算 最后追加到总共21亿 领导顺势审批 项目总包赚了12亿元 给领导8亿元 自己留4亿 花在项目上的钱 也就是7、8亿 理想到各环节都要挣钱 结果就是毫无悬念地偷工减料 而且截图文字还指出 基建项目没有一个不是这样干的 这涉及到千万人生命安全的 重要高速公路的修建的背后 却成了中共国领导和关系户们的层层分赃 让人感到触目惊心 事发后的5月4号 面对来自社会各界汹涌民情 广东省自然资源厅 在前省视频调度会议上 把事故原因推卸到天灾上 即广东省 因连日豪雨不断 导致公路崩塌 表面看来 广东官方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但有专家 从专业角度指出关键的问题所在 美国高级桥梁结构设计工程师 竹学叶指出 不用想就是工程质量问题 因为照工程的做法 就是一层一层的压石 配好灰沙底 沙石底都是配好了的 底下它应该有石头有沙子 一层一层按比例大小配合 当时压的时候 土沙子与石头都要很有比例 都是要有严格的工程质量控制 才能把土填上去的 它有那么高的坡 都是要按照规范去施工才行 主席叶也针对广东当局声称 连日大雨 导致路面坍塌的说法表示 除非是发生地震 否则就不会出现这种 所谓的自然灾害 导致公路滑坡现象 他说 这是人工修的路 它不是天然山坡久了以后 水土流失 底下空了 土冲走了 然后就塌了 这个地方 它是有护坡的 正常修高速公路 设好的坡 那个土是冲不走的 正常施工 那个土是绝对不能跑的 它就有护坡 把那个土护得住 所以 怎么可能出现这个情况呢 因为那个土沉寂下来 越沉寂下来 它外面越来越稳定 它怎么可能说久了就坏了 这都是瞎说 美大高速公路事故发生以后 当地政府声称 要针对全广东省的公路 铁路和水路等交通基础设施 展开大规模排查 但是仍招来网友们的一片质疑 为什么不提前安全隐忧排查 有董事方面专业的网友指出 还查什么查 这不是一目了然吗 软基础处理 支撑桩 描索 框架 骨架 土石格栅 都没做 以上方案可选择期一 都不会塌方 也有人表示 严惩豆腐渣工程 追究所有人刑事责任 好的 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关注 我们明天见